宗庆后追思会规模堪比国葬 门口200米长队伍冒雨追到 省级领导亲自到场献上花圈 在今天的时代 什么样的事件 才能引起数以万计的人 在风雨中自发的排队 展现出深切的哀悼之情 在杭州娃哈哈集团的下沙基地 一场特殊的追思会正上演着这一幕 这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葬礼 而是民营企业家宗庆后 生前影响力的最后体现 门前长队 全省乃至全国的目光 一时都聚焦于此 即使是连日的细雨 也无法阻挡人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当一位平民英雄走完人生旅程 我们又能从这一别离中学到什么 宗老的故事 到底触动了我们的哪些情感纤维 与中的告别 一场非凡的追思 在宁静的下沙基地 微微细雨缠绵不绝 却似乎也在为即将进行的一场 特殊事件增添了一抹哀伤的庄严 2月28日 杭州娃哈哈集团外 一条长队深沿至视线尽头 众人头顶散花 面带哀色 静静地等待着 进入追思会场地的机会 这一天 他们来自四面八方 不仅仅是为了送别一位商界巨拨 更是来向一位生活中的普通英雄 宗庆后致以最后的敬意 与众的队伍虽长 却井然有序 空气中弥漫着压抑而庄重的氛围 人们的脸上没有太多的言语 但每一个眼神都充满了敬意和哀思 他们中有宗老的商业伙伴 有娃哈哈的员工 有普通的杭州市民 甚至步伐远道而来的陌生面孔 他们的到来 没有言语的交流 只有心灵的共鸣 每个人的心中 都装着对宗老的感激与怀念 门口的长队旁 是摆满了娃哈哈饮料 和鲜花的供桌 那些熟悉的绿色瓶身 以及那些寓意着生命与爱的花朵 在雨中显得格外鲜艳 他们不仅代表着对宗老的追思 更是对他一生贡献的象征 在这一刻 娃哈哈不再只是一个企业的名字 他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载体 承载着无数人对宗庆后的深情回忆 在人群中 不时可以听到低声的交谈 他们分享着关于宗老的故事 那些年他如何亲自下车间 与工人同甘苦 那些业他如何工作至深夜 只为了起业的明天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传奇 都在述说着宗老对生活 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此时 不仅是普通民众 在场还有许多省级领导 他们同样冒着雨 亲自到场献上花圈 表达对宗庆后的哀悼和敬意 这种情形在民间是罕见的 因为宗老并不是官员 他只是一位企业家 一位普通人 但他所做的一切 却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和爱戴 这一刻 他们的到来 更是对宗老生前贡献的肯定 即便是在这样的雨天 娃哈哈基地外的花圈 仍然销售一空 这不仅仅是因为宗老的影响力 更是因为他生前的行为 已深深触动了每个人的心 在场的每一位 不论是通过线上还是线下 都在以自己的方式 表达着对这位伟大企业家的 追念和敬意 而在远处 电视屏幕和网络直播中 更多未能到场的人 通过各种方式 参与到这场追思中 网络上 不断有人分享着宗老的事迹 留言板上满是对他的怀念和赞扬 在这一天 虽然他们身处不同的地方 但所有人的心却紧紧相连 共同哀悼着这位 让中国未知自豪的民营企业家 即使在雨中 即使在冰冷的天气里 人们的心却是暖的 宗庆后的追思会 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缅怀 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在这雨中的告别中 每个人都在反思 都在回忆 更在思考 宗老给予他们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 宗庆后的最后一程 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告别 更是一种时代的回顾和反思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人们聚集在一起 不仅仅是为了送别 更是为了学习 为了记住 为了将宗老那份纯粹的人文精神 继续传承下去 柬埔巨人的人生轨迹 宗老的遗产 宗庆后 这个名字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 都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 作为娃哈哈集团的创始人 他的人生就像他的产品一样 质朴无华 却又广为人质 从一个普通的教师 到中国最大的饮料生产企业的掌门人 宗老的一生 充满了传奇色彩 但是 与他的商业成功相比 他的人格魅力和生活哲学 对人们的影响更为深远 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宗老从小就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 这种经历 让他从小就树立了 坚韧不拔的生活态度 即便后来成为一名教师 宗老也没有停止过 对知识的追求 但他深知 自己的使命 不仅仅是教书育人 1987年 他决定辞去稳定的教师职位 投身伤害 创办了娃哈哈 从此开始了他的商业帝国建设之旅 宗老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 到期 他和他的团队面临着无数的挑战 从资金短缺到市场竞争 每一步都充满了艰难 但他凭借着坚定的信念 和不懈的努力 一步步将娃哈哈发展成为了一家 享誉全球的大型企业 他的成功故事 成为了无数企业家和普通人的榜样 然而 宗老最为人称道的 并非他的商业才能 而是他那种朴素的生活态度 和对员工的深切关怀 即便在成为亿万富翁之后 宗老仍旧保持着极为简朴的生活方式 他常说 我穿的衣服不需要名牌 只需要舒适 我吃的食物不需要奢华 只求健康 这种生活哲学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更为人所敬佩的是 宗老对员工的关怀 在他的领导下 娃哈哈不仅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还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了全面的福利保障 每到年中 宗老都会亲自为员工发放奖金 他总是说 企业的成功是每一个员工努力的结果 他们是最应该被奖励的人 这种对员工的深情厚爱 让娃哈哈成为了一个大家庭 每个员工都未能在这里工作而感到骄傲 宗老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商业领域 在他的家乡他投资建设了学校 医院和公园极大的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 他常说财富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 只有当他被用于社会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这种对社会负责的态度 赢得了无数人的尊敬和爱戴 尽管宗老已经离开了我们 但他的精神遗产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人 他那种坚韧不拔 勤劳朴素的精神 那种对员工 对社会深切的关怀 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 一种传统 被无数娃哈哈的员工和普通民众所传承 宗老的人生轨迹 不仅仅是一段成功的商业历程 更是一种值得每个人学习和思考的人生哲学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宗老的故事提醒我们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都不应忘记初心 应该坚持自己的信念 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火炬传递 宗老精神的永恒之光 在宗庆后的追思会落下帷幕之时 人们的心中并没有完全沉浸在悲伤之中 因为他们知道 虽然宗老已经离开 但他所代表的精神和价值 将会永远照亮前行的道路 这不仅仅是对一位伟大企业家的回忆 更是对一个时代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在这一部分 我们将探讨宗老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以及他的生活哲学 如何继续在现代社会发光发热 激励着每一个人向前行 宗庆后的一生 是对坚持和奉献的最好诠释 他始终坚信 只有不断努力 不断追求 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提升 这种信念 不仅体现在他的商业实践中 更体现在他对社会和对人民的深切关怀里 宗老曾经说过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出一份力 那么这个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 这句话 如同一盏明灯 照亮了无数人的心灵 激发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在宗老的影响下 不少人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他们意识到 成功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 更是对社会的贡献和对个人价值的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 宗老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更是一位生活导师 教会了人们如何以一种更加健康 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和工作 他的故事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卓越 但同时也提醒人们要保持谦逊和自省 不忘初心 坚持道德和人文原则 宗老对员工的关怀和对社会的贡献 也成为了他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曾经说过 企业的最大资产不是技术 不是专利 而是人 这一理念在娃哈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也为其他企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在宗老的影响下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 员工的幸福感和成长 认识到企业的长远发展 离不开对员工的关爱和培养 同时 社会责任的概念 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践行 人们开始更加关注企业的社会价值 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 此外 宗老的生活哲学 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思考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 人们往往容易迷失在物质欲望中 忘记了生活的本质和幸福的真谛 宗老简朴而充实的生活方式 提醒人们要适度而行 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不被物质所绑架 追求一种更加健康和谐的生活状态 他的生活态度 成为了当代社会的一剂清醒剂 帮助人们找回了生活的真正意义 最后 宗庆后的一生和他的精神遗产 提醒我们 每个人都有能力对社会做出贡献 无论是大是小 他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奉献 实现个人的价值 同时为社会带来正能量 宗老的火炬已经传递给了我们 现在 是我们将这火炬继续传递下去 照亮更多人的路途 温暖更多人的心灵的时候了 宗庆后的一生 是一部励志的史诗 他的精神遗产 是一座不朽的灯塔 让我们以宗老为榜样 继续前行在人生的旅途中 不断传递那份光和热 让这世界因我们而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